大家好,歡迎來到BIG.CHANNEL 有一個好消息和大家分享 就是TACO做了PETRWOOD的PETPET特工 PETRWOOD是一個一站式的寵物資訊平台 就像王業一樣 可以按不同的寵物服務 寵物好去處和商店等等 找到相關的商務 和可以看到用家對該商戶的評分和留言感受 至於PETPET特工是什麼呢? PETPET特工是PETRWOOD的草物大使 PETPET特工會為大家率先試用一些草物用品 或率先試玩一些草物好去處 再為大家提供評語,給大家參考 至於TACO提供評語的地方 除了PETRWOOD網站之外 亦都會透過PETRWOOD網站 以影片和聲音 為大家全面地呈現整個試玩或試用的過程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PETRWOOD網站 PETRWOOD網站 今集PETPET特工TACO 會跟大家分享一些草物營養的資訊 我們會以Q&A的形式來分享 第一條 狗狗是雜食動物還是肉食動物? 答案是雜食動物 意思是 讓狗狗可以單靠素食來維持生命 而貓貓就不可以 因為貓貓是肉食動物 第二條 如果狗狗因黏肥而需要減肥 用以下哪一個方法比較有效而安全 A. 節食 B. 食減肥糧 答案是B. 食減肥糧 因為減肥糧有經獸醫或草物營養師的計算 確保狗狗攝取較少的能量 而有足夠的營養 第三條 狗狗吃生育糧會否比較好? 答案是C. 不清楚 因為現時沒有科學 根據指出生育糧會對草物健康有好處 以上就是關於草物營養的小小分享 對 這些資訊我們哪裏得到的呢? 就是屁肋糧的網站 我們哪有這麼聰明 只要做個簡單登記成為會員 就可以看到足本版 由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編寫的 貓狗有型生活 了解更多草物營養的資訊 還有很多獨家會員優惠 有興趣的話記得快點登記成為會員 今次的小小分享就來到這裡 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狗狗是學玩特的資訊 就記得訂閱Big Talk Channel 和追蹤我們的IG 另外如果有什麼影片想我們拍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cz�